比利是世界上第一個被三次評為世界最佳足球運動員的超級球星 她取得的巨大成績和她不懈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比利原名埃德遜、阿蘭德斯、多、納西門托 1940年10月23日出生於巴西的特雷斯科拉索奈斯鎮 比利的父親是鎮上一個職業球隊的球員工資微博 母親靠幫人打閘賺點零花錢 一家人生活得非常艱難 比利小時候由於家裡沒有人照顧她 父親就帶她一起去球場 由於天天在看球 時間一長 比利就對足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每晚回到家 比利就會圍著母親 跟母親說日頭在足球場上發生的事 今天誰入球最多 哪球球踢得最漂亮 哪個犯規被罰離場 她說得頭頭是到 好像是一名小球員一樣 每當這個時候 母親都會嘆口氣說 唉 踢球是好 但是如果踢不好 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母親的說話 小比利雖然似懂非懂 但是她很認真地告訴母親 媽媽 我以後一定會踢得很厲害 我要做世界上最厲害的球員 稍為大過一些 小比利喜歡召集鄰居的小夥伴 一起在家裡所在的小胡同踢球 然而他們都是窮人的孩子 根本就沒有錢買足球 於是比利就自己想了一個辦法 她用了一隻大蜜做外皮 裡面塞滿了破布或者舊報紙 然後把蜜團成一個球形 再用繩紮緊 這樣就成為了他們的捕足球 因為家裡窮 比利和小夥伴們都是光著腳踢球的 然而就是這樣 比利照樣可以踢得興致勃勃 她四歲踢球 六歲就可以大球過人了 從七歲開始 比利就出去做工賺錢補貼家用 她上街擦過皮鞋 賣過報紙 做過鞋店的學徒 小小年紀 就常進了生活的艱辛 忙碌的一天中 比利最快樂的時光 就是每天收工回到家裡之後 和小夥伴們一起在胡同裡踢球 有些鄰居 見到比利每天都踢得這麼樂力 就嘲笑她說 南門西托 你經常這麼拼命地玩 難道還想做個沒飯吃的球員嗎 每當聽到類似的說話 比利總會大聲說 我就是要做個球員 看著來 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球員 隨著年齡的增長 比利和小隊友們 不再滿足於踢足球 他們決心辦一個似樣的球隊 要踢真正的足球 於是 比利就號召伙伴們集資買足球 為了可以湊夠錢 母親給她的零用錢 她從來都不捨得花 還帶頭執爛和爛鐵 去到廢品回收站買賣 就是這樣 他們終於湊夠了錢 買了足球 球衣和球鞋 結束了光腳踢足球的生活 之後 比利和隊友們踢球就更認真了 他們無論是打風還是下雨 都會出現在運動場上 有時候天氣不好 母親就會跟比利說 兒子呀 今天不要去訓練了 看看就要下雨了 媽媽 我一定要去的 如果不克服訓練 就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球員 比利每次都是這樣回答 很快 比利的球隊就在市裏踢出了名氣 比利也成為市裏有名的球員 十五歲的時候 比利進入巴西最好的球隊 桑托斯隊 成為一名職業球員 十七歲進入巴西國家隊 在1958、1962、1966、1970年的四次世界杯賽中 他作為國家隊主力參賽 和隊友合作 令巴西隊獲得第六、第七和第九屆世界杯賽冠軍 1974年 比利轉入美國紐約宇宙隊踢球 1978年7月18日掛香 比利在22年的足球職業生涯中 一共參賽了1364場 射入了1282球 比於為一代球王 那我也是 感谢观看